韩剧《七人的逃脱》,坏人分等级,路人甲乙丙丁连荒岛新手村都没出,被叠得整整齐齐。 方多美,韩莫奈高中老师虽然略强点,但也是坏人中的边缘人,人设妥妥的方多美养父复仇开胃小菜,一起了解一下她的结局是什么,最后是炮灰了呢,还是炮灰了呢? 《七人的逃脱》,老师结局身败名裂。高材生老公没有爱得很深沉,带着一对龙凤胎儿女划清界线,是不香吗? 也别问老师是怎么翻船的,不是方多美养父干的,就是被更高端的坏人排挤掉。 可供参考选项,包括但不限于学生韩莫奈,以及方多美亲妈,同时也是韩莫奈经纪人那位。 前情提要走一波,方多美运气异于常人,撞破老师分手现场,抓人把柄拉到仇恨。 还没缓过来呢,又见证了韩莫奈高效生子,真是哪有不可告人的秘密,哪就有她。 韩莫奈隔空抛黑锅,扣给方多美,良心并不会痛。 知三当三,自作自受被抛弃的老师,什么都知道,什么都不澄清,甚至实名跟风黑方多美。 杀人专用射死刀。 方多美亲妈不在意真相,只在意识人看到的真相,与韩莫奈签下苛刻经纪条约,力捧韩莫奈上尉,潜到深处,在计较韩莫奈陷害了方多美,就不是她的风格了。 终于,韩莫奈成了顶流韩星,方多美亲妈也成了第一经纪人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 老师嫁给高材生,生下一对龙凤胎。 未将幼女打造成下一个韩莫奈,这女人也是狠敢,竟用韩莫奈生子痛点进行威胁。 坏人也分三六九等。 七人逃脱团核心成员,方多美亲妈算一个,娱乐圈另一独流良代表算一个。 当高级坏人之二督战队韩莫奈,老师在紧咬着韩莫奈不放,贪得无厌没个尽头,就是自讨苦吃的节奏。 更别忘了,方多美养父被这些坏人害得家破人亡的,老师早就上了她的复仇名单。 就算有利益冲突的坏人不把老师怎么样,养父也会以牙还牙,以眼还眼。